中国未来更新的核潜艇出路端倪了 这个更新可不是目前外界纷纷猜测的095和096型 而是更新更远的一代 咱们姑且就称之为097或者098吧 那么新技术很可能会首先应用在095型后期改进型号上 那技术先进的程度非常的高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米论评 外媒最近有消息称中国最新的核潜艇技术已经开始成熟了 而且还配出了图片 从这张图片上来看 这应该是核潜艇的等笔模型在水池中做实践 外界认为从实验场的环境以及建筑风格来看 不太像是俄罗斯或者是西方 也不像是美国和法国的 所以应该就是中国的实验室 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分析和各种推测 他们认为这个挺身是更好的水滴型的流线构型 围壳变得低而且圆滑了 有一对围壳洞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改以前传统的十字尾舵 而用了X型尾舵 那么采用了奔推系统 挺身看上去也相对以前中国的各种核潜艇是更加细长 这很可能就是采用了单壳体 内部的空间它反而会更大一些 维壳比较靠近潜艇的中部 不需要为挺身后部的垂直发射管让出太多的位置 因此就这个模型来看 它很可能是一种攻击型核潜艇 不过这种新的结构也可以应用到战略导弹核潜艇 或者是更小的核潜艇 甚至可以用到常规潜艇上 外界认为这种潜艇将是在095和096之后的一个型号 但是它会把这些技术用在现在的095攻击核潜艇的后期改进型号上 由于中国已经在材料加工能力武器指挥系统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因此新型的核潜艇以及095后期改进型号也会非常的先进 外界还分析了咱们核潜艇的一些发展特点 他们说由于中国核潜艇的数量并不多 考虑到成本等因素 往往会在一个型号上的不同潜艇上做出重大的改进 你比如说咱们最早的091型的攻击核潜艇 你看它的401 403 405艇虽然说它都是叫做091型 但是这个后者总比前者有非常大的改进 到了045艇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后期的093型了 因此外界得出的结论就是 如果新技术用于095后期改进型号的 实际上这个后期型号已经非常接近097型了 外界的这些消息包括图片 那是否真实呢当然是无法确定了 因为核潜艇这件事是高度保密的一种东西 当然外界的这种分析和推测 也只是他们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已 不过在他们的分析之中 确实也说出了我们发展核潜艇的一些逻辑 从战略层面上来看 它反映出了我们的国防政策 咱们还是一个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 核潜艇数量少 这就是我们坚持我们国防政策 保持有限核威慑的一个结果 从国力和技术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核潜艇那确实是海军装备中的一个短板 咱们水面舰艇的发展和进步非常的快 这潜艇这方面呢 我们确实还需要努力 直到今天我们的核潜艇 与美国的与俄罗斯的还有不少的差距 但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 以及我们技术能力的快速进步啊 核潜艇的水平也会快速的提升 数量也会增多 这一点啊非常值得期待